大家好,欢迎收看旺桥万频道 因为形式的严峻,很多这几年使用免费VPN或者付费VPN 好多都已经出现故障或者不稳定 在互联网公司,很多人都会选择自己搭建VPN、服务器或者使用付费VPN 那些免费的VPN也有很多是限速或者是不能用的 今天我就给大家推荐两个免费的VPN 19难用,一个是浏览器的插件,一个是安卓手机的应用卵 下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浏览器的插件 我们打开,或者我们浏览器 我们访问谷歌 这时候大家会发现这个谷歌 持继续在加载中 我们打开这个A-StarVPN 免费插件 并且选择你的节点 因为我之前用过,所以它会自动连接上 因为我们再加了一下 大家就会看到这个谷歌立刻呈现在我们的视线中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效果 看一下YouTube或者谷歌的一些其他服务 虽然比不上那些付费或者低级搭建的VPN 但是效果还是可以的 下面我们就找一个视频看一看 这个A-StarVPN的效果 现在这个视频就已经打开了 并且速度还是可以的 我们播放看一看 双眼粉嫩Q碳的小舌头 效果也是可以的 这个A-StarVPN它也是有很多节点的 像日本、新加坡、德国、加拿大 以及印度、澳大利亚 大家如果使用的时候不流畅 可以选择其他的节点都试一下 是免费的 而且持续很多国家 可以用这个插件之后 也可以进行上传下载一些视频 都是可以的 我们下载看一下 现在这个视频就已经进入了这个下载阶面 我安装的一个插件 然后我们点下载 download 它就进入了这个自动转换的提示页面 就可以进行下载了 我们关掉它 再看一下上传视频 我们上传 下载 点击上传按人之后 就快速的进入到了这个 后台 上载影片 然后选择本地的影片 随便选一个 特事的 打开 这时候 它就开始进行 视频的上传 而且上传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现在我们关掉它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安卓手机 的 运用软架 免费的VPN 运用软架 我打开中端 然后将我的 手机映射到这个电脑上 现在这个手机就已经映射到了我的 苹果电脑 我们打开浏览器 我们打开浏览器 上 我们点击看一下 然后找到这款软件 就是这个 shareways VPN 我先看一下没有打开之前这个Youtube 我先看一下没有打开之前这个Youtube 这是Youtube就在加载中 并且不可以连接 并且不可以连接 我们打开这个 选拨 选拨日本的节点 选拨日本的节点 就会发现 它已经可以 加载了 并且速度 也是可以的 我点击一个视频 这时候视频就开始正常的播放了 并且速度 也是可以的 那回到主页面 这个C位置 VPN 具有很多的节点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可以选择像这些 美国 日本 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VPN 都是可以的 因为 大家的网络 都不一样 可能有的节点对于你们来说比较卡断 那么你就选择 这是一款免费持续稳定的VPN 唯一的缺点就是在选择节点的时候 它会插播一些广告 但是这并不影响大家的使用 大家可以在谷歌 雷商店上去下载 SAV 这一VPN 就可以了 它有时候要比我这个 付费的蓝灯在安卓上的使用情况还要好 因为蓝灯它有时候它也不稳定 而且在现在的这种情况 来说蓝灯有时候也会挂掉 好了 今天的介绍就给大家推荐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就点赞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 精彩内容不容透过 谢谢